哈喽大家好,我是个优移在二次元底层up主Red 相信大家都看到这期的标题了 那么这是个标题档吗?其实还真不是 首先我要来解释一下这期标题的短句 正确的短节方式是完结再见,而不是完结再见 那为什么在VV完结前这可能就是我对本饭的最后一个视频了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理由简单的,呃,非常之简单 那就是我想说的基本都说完了 这时候肯定会有小伙伴说 不对啊,才第十几啊 而且第十几结尾高能 第十一几肯定是神翻盘的剧情 怎么会没东西解析了呢? 其实也正因为看到第十几的剧情 算是验证了一些猜想吧 而且很多脑洞分析之前的视频已经提过 即使看到第十几目前的发展 我还是觉得我的推论是正确的 那就会导致实在没有太多新的东西可讲 所以这期视频我也给大家爆出一些疑问 并简单就第十几的剧情说一下自己的想法 那这期做完下期VV我们就等完结再见了 简方视频内涵剧头 还没看过的小伙伴 请酌情观看 先来说一下第十几我的观感 首先第十几里出现了松本博士 没错,都第十几了 他再不出来是肯定不行的 因为我之前就退过时间轴 所以松本博士之前是没有出场机会的 不过在第十几里他一级就长大 所以再多也没有什么可猜的 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原阿发时间线的松本博士在死前说的话 这个重点已经划过好几次了 那么他指的让VV恨他和找回那一天的自己 目前看来其实可以理解成两个时间点 恨他指的是两人在博物馆第一次见面 也就是那会儿其实VV让小松本动心了 而且也只有小松本保持了对VV过去的憧憬 这才导致后面一系列的事 找回那一天的他从剧情上来看 极有可能只是松本听到VV以前那首歌的前后 那么同样对这首歌有执念的人是谁呢 那就是松本AI 之前我们一直把两者拆开来讲 但如果现在结合起来的话 松本回来的真正目的 或者说真正最大的奇异点 就是VV是否能写出这首歌 这首歌在阿发世界线有没有出现过 我们不知道 但我会觉得是存在的 非但存在过 甚至是原本战争爆发的一大原因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 远古的天启是怎么回事 由于松本AI的表现和台词 我收到不少说 给予远古天启是另有他人 这里我们首先来考虑一下故事结构 长阅老子的剧本还有三节 这个天启从何而来 是必然在VV松本AI和松本博士三人身上 因为如果第11集之后再告诉你 原来同时间现在一直有一个 你从来没见过的A军 而这个想要阻止松本VV的A军 才是最终Boss 然后双方干架VV牺牲改变未来 虽然有些悲情 却也算得上是happy ending 呃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你们觉得发生这样剧情的概率有多大 或许只是我自己不愿去想这样的发展吧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还是会坚持 远古的天启一定是我们的已知人物 而已知人物中能够满足远古当时情况的 目前确实只有松本AI一人 况且第10集中松本AI出现 说是为了找那个天启的人 实际上除了每年来看VV割写没写出外 确实也不知道干了什么 所以为什么说在完结之前 我应该不会再做VV解析了 原因其实就在这里 关于几个主要人物 包括VV松本AI远古松本博士 我基本把可能性说的都差不多了 现在想想当时第二期VV的时候直接推结局 反正目前起点计划是失败了 至于是不是时间悖论暂时还不好说 当然也有可能远古的天启还是松本AI 但却不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松本AI 如果说同时间线里存在两个松本AI 它被送回来的时间节点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倒是存在可能 毕竟就是一个小方格 从外形区分基本是不太可能 我现在看VV其实挺纠结的 我是又想剧情按照我想的方向去发展 又不想剧情真的就这样展开 我是希望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或者说是那种完全没想到的展开 但确实又比较怕出现这样的情况 至于为什么 我觉得老粉们应该都懂 喜欢本期视频小伙伴 喜欢本期关注弹幕三连支持 我是Red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